欢迎收看挑战新闻 这次的选举民进党大败兵败如山倒 小英辞去了党主席 但问题是民进党不能没有党主席 有党主席才可以整合各方面的势力 为民进党改革不是吗 好 之前有征询过郑文参的意见 他没有意愿 今天最新的消息是由这一次选举当中 也是胜选的 金融市市长林又昌来当代理党主席 同时也传出了 立法院院长苏嘉全 他准备要辞院长的职务 出来竞选党主席 请问 如果民进党真的是由苏嘉全来当党主席的话 他有能力有条件可以整个各方势力 或者是小英会点头吗 另外现在各方都在检讨民进党 这次我们来看到立法委员段一康 在执询赖清德的时候就拍桌怒骂 他说民进党他令人失望 也掀起了民进党党内的茶府风暴 我们连这个都不敢讲 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团队 咨询行政院长赖清德 立委段一康炮口队内 刻意穿上2016年蔡总统胜选团队的战袍 对赖清德开训 从选完到现在我们到底有没有回应 选民要教训我们的那个重点 我坦白说是令人失望 当我们的总统告诉我们说 选民用更高的标准去检验我们的时候 这是错的 选民检验国民党的标准 跟检验我们的标准是一样的 然后2020很有可能 我们执政了四年之后 就政党人替了 不应该在这个时候 要推别人下船的方式 来掩护自己 一点检讨都没有 今天看到这样的一个质询 我非常非常的难以接受 尤其是这句话 这些话是出自段委员的身上 你一点都不检讨自己 过去如何强烈的主导党团 同志无法认同 整个党难道会认同吗 如果这是党的认同的结果 那我就请段委员 你出来选当主席 经政院秘书长卓榮泰 高分被反呛段一康 民进党掀起茶壶内的风暴 赖清德留任 但面对外界强大压力 内阁改组势在必行 包括农委会 环保署和交通部 首长都被点名应该下台 九合一选举大败后 赖内阁改组的风暴 还在扩大 段一康对赖清德这样拍桌 那么刚才我们看到卓榮泰 出来帮赖清德缓一缓 但当时你知道吗 段一康这么呛的情形底下 赖清德只有说 谢谢委员 这个时候赖清德说什么 好像都不对 当然这个新闻画面出来之后 有人是解读说 这个是不是在唱双簧 唱双簧 对因为你知道段一康跟赖清德 他们两个都是新戏的 对 那与其你别的派系 或是别的同志 对这个赖清德开炮 不如我新戏 我自己先开炮 比较不会痛 对我先骂完了 我骂完了 那大家也没什么话好说 那不管是不是唱双簧 那段一康讲的话有没有道理呢 我们还是要来检视一下 他就说这一次输其实不是征兆 可是输那么多 输那么多票 输那么多现实 确实是很让人惊讶 然后他也就说 那我们要反省 我们到底跟韩国瑜 有什么不一样呢 是因为这个改革促转 还有讨党产 他说这些都不是不重要 但是人民的生计无关 大家还是要评论 然后他说而且你推前瞻 前瞻也看不到好处啊 对不对 那他觉得说这次人民 会这么的这个寒流 会席卷台湾 那应该不是说这个人民 是支持什么太平岛挖石油 什么爱河盖摩天伦 什么相去相信什么 十年啊 这个人口会涨到五百万 而是人民对政府 是真的失望 这样讲对啊 对啊 而且生活不好啊 年轻人就很愤怒啊 然后另外他也提到说 这一次的这个公投案 他觉得政府没有立场 没有为政策辩护 血无论气把招 他觉得这些都是 败选的主因 那像正如你所说的 这个赖魁就听了 二十分钟的 这个段银康的独白之后 就说了四个字 谢谢委员 很委屈吧 那这当然就是被指教 不过这个我们刚刚也看了 这个卓荣泰 这个行政院的秘书长 卓荣泰就不以为难了 他第一时间就跳出来 高分贝 他就说我无法接受 他说你想想看 你在那边批评年改 年改的这个十八%忧存 从六年快速的变成两年 那难道不够快吗 而且这个不是也是段银康 当初你也是主导的啊 对不对 同婚的议题 段银康他真的是 赞成同婚的立场吗 他说你也是一手主导啊 你让这个其他的意见 都无法表达 那你现在到底是在讲什么呢 对不对 然后他说你不检讨自己 老是在检讨别人 如果你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请段银康出来选党主席 不过说实在的 昨天那个票炮火真的很猛烈 但是今天两个人 都有缓夹了啦 对 那今天卓荣泰也稍微缩手了 他是说还会虚心检讨 不过话说回来 段银康的这些发言 也引发了一些效应 那包括了钱同志 佟仲彦 他也有话要说 他就帮赖奎报不平 他说段银康 你凭什么对赖青泽大小声啊 你曲棍球不吞 这个民怨是不会退的 他还指说 你看你看 你打这个侯友仪 打成这个样子啊 就侯友仪 没有被你打倒啊 还打到一百万票破纪录 他说这个就是铁证如山 那另外也有一些这个评论啦 也是把矛头指向了段银康 他说段银康 其实你就是寒流的推手啊 当初这个韩国瑜 北农总经理弄得好好的 做得好好的 对不对 你偏偏要推这个中央党部的秘书处主任 蒋玉林 出来角逐 蒋玉林是谁 蒋玉林也是新系的嘛 好那你最后民进党你导韩成功啦 结果你换谁来接 换吴英宁来接 结果搞了什么样子 两百五十万的实习生 连韩国瑜自己都说 要不是段银康跟王世坚逼他下台啊 他自己都还在卖菜 这两个助队友啦 对啊 那除此之外 大家也开始细数啦 譬如说像什么把管事件啦 年改啦 还有左打科批 然后又说这个吕秀莲是政党边缘人 其实一些一些的炮火 大家都说这个段银康这个愤怒鸟啦 确实也是得罪不少人啦 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两百五十万的高薪实习生 今天的一个主角也是战犯的 这个被点名的 就是吴英宁啦 他怎么了 对 他今天呢 这个农委会主委林冲贤终于说话了 而且讲了三次 吴英宁的阶段性任务终于已经完成了 他被fine了掉 还是要看29号的这个北农的董事会啦 明天耶 对啊 所以吴英宁的人事案 不过林冲贤讲的这么白了 这个吴英宁的这个下台 看起来变数不大啦 不过这个林冲贤今天讲的话 有点耐人寻味 他说吴英宁的阶段性任务完成 那到底什么是阶段性任务 他的阶段性任务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任务咯 那我们就不禁想起来 柯P曾经这个陈景峻 这个台北市副市长 他上广播节目的时候 他有说 他说柯文哲确实有这个念头 他觉得吴英宁是民进党派系 派出来的打手 然后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搞他 对 柯文哲对这件事情是有点不爽啦 但是今天大家有问这个柯文哲 就说那什么是阶段性的任务啊 那柯文哲今天就缩手了 他就说 这个你们还是要去问农委会啦 那但是呢 这个媒体有问他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 因为柯文哲说 他希望下一任的这个北农总经理呢 第一个要具有专业 第二个你要进议会去备询 讲到专业 那媒体就很坏啊 就会问说 吴英宁没专业是吧 对 他说你觉得吴英宁够专业吗 结果你知道我没有看过柯文哲认这么久 柯文哲大概认了好几秒 结果后来呢 他就冷笑啦 他没有直接回答 他又是念念不忘说 吴英宁就是不进议会备询 然后害他老是上去当炮灰 所以他希望下一任的这个总经理人选 就是一定要有专业 然后一定要进议会备询 那就OK了 好 那就是说这个吴英宁跟柯文哲呢 还有这个所有的恩怨 看起来还会持续发烧 可是有两个人就不禁不赞叹他们 这个选举风度真的是很好 那一个就是陈其迈一个就是韩国瑜了 虽然选战落幕 但是有很多的这个秘新蛮有趣的 今天就有爆料就说陈其迈跟韩国瑜在选前竟然有密约 先两个讲好是不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密约什么 对就是说话说呢 就是说三月上旬的时候 韩国瑜当刚刚就是说要表态要选举的时候呢 他跟友人参许 然后在这个期间呢 他们就提到韩国瑜就有说 希望这一次的选战是一个君子之争啦 然后他就请这个两个人共同的友人呢 就打给了陈其迈 然后就跟他讲说呢 我们希望一个君子之争 然后陈其迈就一口答应喔 那陈其迈也稍微讲了一下 他说可不可以在这次的选战当中 不要批判我爸爸 也就是陈折南 陈折南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喔 对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就是这次的选战完全没有提到陈折南耶 爸爸跟儿子切割掉了 对那韩国瑜这边呢也说好啊 但是呢同样的 你也不要攻击我太太李嘉芬嘛 那后来陈其迈也说 对啊那我们选举也没必要 这个杀的你死我活 可是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大家还记得11月6号 就有名嘴爆料 就是讲说这个李嘉芬 维多利亚学校 有这个台糖土地贱卖的这个问题 是不是很便宜啊 看起来这个矛头又要扫到他老婆了 所以呢这个陈其迈就很紧张 就赶快自清 就赶快致电给他们两个 共同的那个友人 就说我们当初确认的这个密约 不是这我们两个讲好的 我有遵守 对不要 我没有出卖你哦 对对对对 不要攻击家人 所以这件事情不是我做的 赶快自清 然后呢在11月19号 这个两个人要辩论之前呢 然后又有传出来 就说陈其迈会不会在这个辩论会上面呢 拿这个事情做文章来攻击李嘉芬 结果也没有啊 对结果韩国瑜呢 又请这个友人呢 打给了陈其迈 然后就说呢 当初我们两个的约定还算数吗 对不对 那陈其迈也有回答说 这个选举哦圆满就好了 大家以后都要做人 所以你看 这一次一个没有攻击爸爸 一个没有攻击老婆 所以选举 感觉上很竞争 感觉上很竞争 对 是让他瞧好的呢 但是看起来两个人确实是有遵守这个君子的约定 都不攻击双方的家人 是一场演出秀耶 对 好那也许你有你的看法 可是事实确实是这样 那后来大家就有说 其实陈其迈跟韩国瑜真的是有超过20年的老交情 他们除了呢 同样都是在这个立法院 一个陈其迈在担任这个干事长 然后韩国瑜担任书记长 而且这个韩国瑜有出手打过陈水扁 陈其迈在立院也有泼水的记录 但是就是两个人至少有同事的情谊 所以也有传说这个韩国瑜当时在当北农总经理的时候 陈其迈有特别打电话给这些绿营的议员 就说希望不要太为难韩国瑜 你看还特地帮兄弟打电话 证明他们两个的情谊是不错的 那而且这个还有发现他们两个 共同的一个焦点 就两个人都是宠太太一族 说好听是宠太太啦 其实说可爱一点就是怕老婆俱乐部啦 话怎么说 那个韩国瑜这边韩冰就有爆料 他说他们在他们家 妈妈的地位比爸爸还崇高 那像包括这个韩国瑜在家里 还要帮李嘉芬泡茶 泡完茶之后还要洗杯子 那陈其迈这边也很有趣 他说有一次这个陈其迈 不知道是不是门没关好 就他的爱猫叫做这个陈小米 就突然不见了 哇陈其迈就担心说被老婆骂到臭头 他不是担心猫不见 是担心被老婆骂到臭头 因为唠叨起来很恐怖 对还冒冷汗 后来他赶快找赶快找赶快找 发现那只猫在沙发上睡觉 后来讲说还好还好还好 所以你就知道说他怕老婆也是一个地步 那最后呢是要讲到说 这次选举选完啦 那这个陈其迈也展现他的风度了 那这个韩国瑜呢 就说他其实选了八个月 他很累想休息 然后他也说呢 这个我们都知道陈其迈喜欢潜水 到世界各地潜水 他说如果陈其迈想要带他去潜水 他也愿意哦 所以从这次的这个高雄选战当中 我们真的可以发现 选举是一时的 但是朋友却是永远的 这次的选举呢 选物很乱 大家一定都知道 平均要等一个多小时以上 那已经在开票 还有人在投票 而且在台北市场选举的部分呢 一直到半夜两点都在开出来 丁守中输科批三千多票 最新的进度是 丁守中的策略又换了哦 他说四百多万的钱 我来出啦 我出后给我重新验票 如果我是丁守中 或者您是丁守中 你会这么做 一定要力求翻盘吗 还有 有没有可能真的翻盘成功 老实说啦 我觉得翻盘的几率 真的是要看你验票 是不是真的在 这个开票的过程当中 有瑕疵 才会由这个法官来做相关的认定 但是丁守中呢 其实你从开票的当天晚上 他先宣布说 我要验票 我又要这个提出选举无效之处 到后来又说 我不验了 我提选举无效之处 到现在又要验了 对 就一日三遍 我个人觉得 他可能现在心思也蛮乱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号称 准备了二十几年的一个人呢 对不对 然后每次都这个越战越勇 结果终于流到他选的时候 却以差一天点 对 来这个落败 那老实说 这个要听丁守中讲句话 就是任何一个候选人 可能那个气都吞不下去 是啊 对 但是坦白说 你说你今天这个选举 有没有瑕疵 当然有 对不对 开票当天 中选会被骂翻了 大概每一台都在骂 对啊 每一个人都在骂 为什么呢 那天就是很欢乐的 全民罚战日嘛 大家都在罚战 光是我自己 我去投票的时候 我就投两个小时 我才投到 你就感觉不投了 对啊 很多人就感觉不投了 但是呢 其实当天有人这样说 他说其实呢 有两种人 一定会坚定的投下去 第一种呢 就是我要教训某个人 或某个党的时候 我一定会坚持的 在那边去投 第二个呢 就是我很坚定的 支持某个人的时候 我也会去投 对 那所以换句话说 有没有可能赌篮票 有 有 一定很多人投赌篮票 但赌篮票对谁最不利呢 谁 当然对执事长不利啊 对啊 那所以 气宝 但是丁守跟我提出来的论点呢 其实也是当时大家 最担心的问题 因为中选会这一次 选务的严重疏失 跟严重的瑕疵 导致什么呢 四点钟截止就应该要开票 结果四点钟之后 投不完 一堆人必须四点钟之后 又进去 一直排队 一直排队 据说当天投票 投到晚上 快八点才投完 对啊 那甚至有一些 大的投开票所呢 就一直拖 一直拖 因为公投案 整个都拖到时间了 好 造成什么状况呢 我四点钟 如果好 进去投票 我在排队 我一边排队 一边看开票 看看 对不对 那我可能就改变 我的投票意象 就是很容易操作到气宝了 全世界没有发生过这种事 对 全世界没有发生过这种事 这个确实是中选会 选务上最大的瑕疵 我们也没遇过这种事 对 所以严重中今天提验票 提权于无效 当然有他自己 争自己权益的一个状况 对 但是呢 其实老实说 你看这一次整个一个 开盘的一个状况 那他后来 为什么我觉得 他有点乱掉 因为其实一开始 他说这个要验票的时候 因为要掏四百二十八万 然后呢 后来又没有了 那有人传出说 好像这个严重中 不愿意出钱 郭敏当马上说 没有 我们要帮你出一半 结果 然后连罗志强 就是刚当选的 这个市议员的声音 罗志强说 我也赞助你一百万 结果现在为什么这样 他就说 不用 兜婉拒 我还是要验 然后我自己掏腰包 对 那我自己觉得 严重中现在心情力 是蛮乱的 对 因为那股气 老实说 我觉得换作是谁 都很难吞下去 但严重中这次 也没有得到 舆论的支持 是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 其实全台湾 都是这样开票啊 只是因为 气宝效益在台北市 感觉起来 特别的明显 真的有人会这样 看一看一看 哎呦 看姚文芝好像快那个 对那我不想投 听说有哦 但是呢 无法证明啊 对 你没有办法证明嘛 那假设今天 四点钟之后去投的人 都是蓝军 那怎么办 你怎么知道 这个中间的问题在哪 这个也无法证明啊 这很难举证 所以说选举无效之数呢 丁总自己都说 他其实他讲了一个重点 他讲说 我为什么要站出来 这个替自己讨个公道 因为呢 他说他接到很多情资 什么包括投开票所人员 包括一些里长 或一些民众 都告诉他说 有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都愿意提供情资 那问题来了 那你这些情资 没有什么太直接的证据的话 那其实老实说 证据力很薄弱 甚至丁总中呢 今天有跟法院要求说 要查看 查封 那个调开票所的监视器画面 没有 因为Trival 没有规定一定要有监视器画面 没有经验嘛 而且大家也忙着再投开票 没有做过这样的方式嘛 而且根据以往的经验 这个各个候选人 自己都会派监票员在现场 所以其实这个中间的一个落差 跟什么呢 老实说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司法去认定 难度很高啦 那你看柯文哲怎么讲 柯文哲就讲说 其实你去看一下民调 民调姚文治之前 从来没有这么高 他这次拿了24万多票 24万多票代表什么呢 有17%左右的选票 是投给姚文治的 那当然柯文哲跟丁总中 得票率几乎是一样的嘛 因为只差了3000票 大概都40.82左右的 这样的一个落差 所以说呢 其实这一次很多专家 很多人在看 他觉得是什么呢 他觉得其实呢 就是蓝绿基本排归队 然后赌蓝票呢 可能都灌给柯文哲了 对 所以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其实柯文哲呢 他一开始就告诉大家说 如果蓝跟绿各少5% 我就输了嘛 各拿走5%我就输了嘛 所以其实呢 外界看柯文哲呢 会觉得说 你这次是在蓝绿 夹杀的一个情况之下 显胜的一个状况 那有没有气宝的可能 当然有 但是讲真的 你这东西就是因为 太难去证实了 但如果一个候选人 你要把自己的胜败 压在气宝上面 感觉起来 好像也怪怪的 对不对 好 那就丁手中来说呢 其他为什么要负责482万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每一票 如果以3块钱来计算的话 那这个整个142万票 要有400多万 然后但是呢 好 只要你这个部分 法官才一定要开始验票的时候 好 就开始去 要求各地的投开票所 这个封这个票轨 然后呢 把选票还有选举的名册 都带到 都就把它弄好 然后开始由各个候选人阵营呢 一样 就是寻投开票模式 就开始一个一个查看 那包括你的这个选票 然后重新的唱票 重新的去整理它 那整个弄完了之后呢 如果验票的过程当中 原来你落选的变当选的 保证金就还你 如果你落选的 还是落选 那不好意思 收回 对 就是直接就是政府 有没有可能 验出来的票比原来更少 这个也是有可能 对啊 验票这种事很难说 对啊 真的非常难说 所以说对丁守宗来讲 大家都觉得说 其实老实说 这个华丽转身 留下一个漂亮的背影 可能对他的声望会好 验票什么 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但是至于说 你后续的一些诉讼 其实争取自己的权益 我相信大家也都会尊重 但是这个几率 翻盘的几率真的太小了 所以舆论没有站在他这边的 一个很大的原因 是很多人也认为说 其实你自己如果选 选的好 你应该不会跌破胜文房线 你建议回头试案 对 那个连胜文都拿了 60.9万票 对那理论上呢 丁守宗阵营之前预估的时候 都在这个基础上 应该还会再往上成长 哪怕你多成长个5万票 你大概就有机会当选嘛 因为三角都的关系 但是问题是 你这次就是刚好得票率 跟连胜文一样高 但是总得票就少了3万票 那这个东西 当然在舆论上面 对丁守宗是不利的 因为他并没有扩大 蓝营的基本盘 那你确实在这个部分来讲呢 那说他自己没有选好 这个也是一般大家的一个看法 好那大家就觉得说 那如果现在重新选的话 那怎么样呢 结果你知道爆料公社呢 就是直接就做了一个 全部再来投一次票这样子 就直接让网民先虚拟投票 这样我们再投就对了 对就网民虚拟投票怎么样呢 结果呢 92%投科文哲 对就是如果是重新投票的话 真的吗 丁守宗呢 基本上他应该也赢不了啦 对啊 因为为什么呢 如果你自己都觉得是气宝了 那这个从网路上看 那更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丁守宗现在讲的话是说 他说我那个个人的输赢不重要 因为他认为呢 他宁愿干净的输 但他不要肮脏的胜利 所以说呢 他觉得说 那不能让这个民主的果实被偷走 当然这是他自己的说法 我相信呢 在这整个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大家其实很注目的焦点呢 真的也不是是不是重选 因为这个立刻重选的话 我相信丁守宗来讲 他大概也知道自己上不了 他不可能赢过柯文哲 但是在这个状况来看的话 大家都很注目 以吴尔阳来讲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我是受罪不公平贵 因为他们没有被大家注目到啊 对 他说 因为他只拿路线 气宝是他们吧 老实说如果吴尔阳没有出来选 五千票给丁守宗 丁守宗当选 也许啊 对那当然啦 就是说这个吴尔阳怎么讲呢 那只是出来 我觉得有一点点刷存在感 毕竟现在他已经哄了 据说要出单曲 还要唱跨年 对 真的啊 对对 就是说基本上这个跟市长的 虽然隔得很遥远 但是呢 可能开创的人 像丁守演艺圈 搞不好这个 他还说 基本上上帝虽然没有让我当选 那是因为我 那个要救苦救难啊 然后看到 看到这个大众众生的话 我会忍不住 那个 所以这个上苍呢 让我不当选 但是我还是不忘 我要推广那个蜂蜜柠檬 希望大家多喝 选举结束了 当然韩国瑜还是很旺 不过另外这个人 人气破表 他是前台北市警察局局长 邱丰光 因为现在包括说台北市 包括新北市 都想请他去当副市长 我们要说到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是全国最年轮最有利的霸气官员 在台北市警察局霸气宣誓 他是人称邱霸子的邱丰光 现任警政署副署长 选举过后传出即将就任的 新北市长侯友宜 跟连任的台北市长柯文哲 都属意他出任副市长 邱丰光我好像半年前有跟他聊过天了 最近都没有 有可能找他 是政府帮忙吗 有可能找他来施政署吗 拜托现在人都还没走 你都问人家这个 你也看差不多 邱丰光是一个非常棒的警政人才 那也是我多人的老战友 他做事的态度认证服务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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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错 我所有人这都还在市场当中 柯侯二人没把话说死 跟邱丰光也各有交情 侯友宜跟邱丰光早在警大时期 就是学弟学长关系 后来侯友宜当台北市刑大大队长 邱丰光正式副手 两人合作争扮白小燕命案 有老同事的革命情感 但台北市长柯文哲也把邱丰光当爱将 虽然传出柯文哲一开始不喜欢他 但邱丰光担任北市警局长任内 侦破议营盈盗林案 而没停车场双室案 民进党中央窃案 加上和议会关系好 让府会共通变得顺畅 或受柯文哲赏识 你有接到他们的询问的电话了吗 没有 你们的关系是不是还蛮好的 这个老同事的 如果他们真的都同时找您的话呢 我没有意义 打算说就一直要奉献给这个警政这一块吗 是吧 周丰光直接表态 对副市长职位没有意愿 回答简洁恶药 犹如他的刑事风格 身高185公分的他 曾任北市刑大副大队长 刑事局副局长 基隆市台中市北市警察局局长 身段柔软人脉野广 但代理属下扫黑办案 却是雷厉风行 如今一个是老同事 一边是老长官 谁能说到没有意愿的邱霸子 出任副市长侯柯 各评本事 你看 侯友人也唱 柯P也唱 其实在政治这条路当中 如果人家已经释放消息了 你还回答说没有意愿 这样是不是有点没有给对方面子 如果长期观察政治的话 小赛哥 是不是邱峰光 应该会就去当其中一个副市长 真的会离开警政署 基本上我们的感觉是这样子 因为今天柯P或是侯宜都想要抢秋风光的话 我觉得他当然是一个最适合的一个副手人选 为什么 因为其实你每一个这两个支架市长 底下都有三个副市长 对不对 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分析 其实我们就要讲 从这个警察的性格来谈起 你看侯友宜之前 最早以前他是不是讲说 他绝对不会踏入政界 那时候他不知道发了多少事 我绝对不会踏入政界 但是你看后面朱立伦为什么要用他 朱立伦用他的理由是什么 其实很简单 第一个 我觉得警察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 跟政治人物完全不一样 就是他有政治人物的骨溜或是圆容 然后他也有警戒的那种 所谓世人的一个能力 然后包括很了解社会中的 所有的妹妹格格 那这个东西我们从侯友宜当初崛起 到现在当上这个市长 还有邱风光当初崛起 我们先简单的来讲就好了 你看当初侯友宜真正的崛起 我们不能说他是因为某个案子 其实他是从那时候从 我们讲从刑大的除暴族 那时候除暴族在社会上 本来就是一个焦点 因为他专门去那时候办一亲二亲 然后所有的扫黑 那除暴族又是战力最强的 那侯友宜是头 所以你当然那时候会红 那当然到后面 其实你说侯友宜破过多少大的案子吗 我们不能说那是他自己一个人破的 那只是说刚好案子发生的那个契机 他刚好都在那个位置上 包括白小A命案 抓陈进兴的时候 那时候侯友宜是台北市刑大大队长 邱风光是副大队长 所以你看我们那时候看画面 侯友宜进去跟那个陈兴兴谈判 邱风光其实也陪同在一旁边 对不对 报小孩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有报到 我们不能说谁有功劳 你报一下我报一下 对其实大家都一样都有进到这一方面的责任 那当然侯友宜从这个陈兴兴 陈兴兴被抓了之后马上一炮而红 马上受到当时执政者的赏识 从刑大大队长一下跳到刑事局副局长去 这在警戒是等于是跳了十五年左右 十几年的那个成绩 瞬间拔走 对 瞬间成绩 那你回过头来讲 其实你看哦 邱风光是会有余的学长 对啊 邱风光是43期 会有余是45期 现在的警政署长陈嘉欽是47期 学弟当市长 你去当副市长吧 如果我们用警戒这个制度来讲 邱风光是已经没局了 到顶了 已经到顶了 他到这个位置 绝对到顶 只有一个变数 就是今天我们的总统 因为警政署长的人事权 基本上是在总统上 小英会卡他吗 如果总统要用他 他当然可以有机会 但只剩下小英这个机会 因为他剩两年就要退休了 在小英也就剩两年了 对 好 如果说小英连任 要用他的话 问题是他退休了 邱风光退休了 也当不成署长了 对不对 所以只能够 要嘛就过着田园般的生活 要嘛就往政界发展 不能继续 对 不能继续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用他是绝对最适合的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光从他的个人特质来讲好了 因为你看他从 邱风光从以前从派出所所长 到刑事组长 到刑大 到刑事局的队长 到副局长一路 他这些位置 他见过 他办过多少案 他见过多少牛鬼蛇神 尤其他有国内有帮派克星的这个封号 对 他很会扫黑 扫黑 他扫黑的能力 其实我们我们真的要明白讲 绝对不比后遗差 绝对不比后遗差 特小行业 所有所有帮派 大家不见得会怕后遗 但绝对怕邱风光 对 因为他是真正在 我们讲执行者 我们讲说政策的制定者跟执行者 那其实真正的执行者 才是让人家会不寒而栗的 好 那邱风光从一路这样子走来 你看 他是我们所有的警戒里面 那么多年来 几十年来里面 这个我们讲长得最高大的 百八八 对 长得最高大的 然后最霸气的 刑事风格最霸气的 但是有一个特点 话最少 话最少 然后腰比谁都低 那你看其他所有手掌里面 有谁可以做到这样 这种人格特质不容易 很难 非常非常难 他讲话 你看一幅很大张的时候 跟所有的长官讲话 跟屏辈讲话 跟下属讲话 跟朋友讲话 他都轻声细异 没关系人的 非常轻声细异 两个都在手 而且他绝对不去抢长官的风光 绝对不会去做这种事 我们要多学学 他每次站在旁边 他绝对是躲圆圆的 或是说就是 就是头低低的 绝对所有的功劳 给长官单 然后他就去做他的事情 所以你看 那时候 他又有另外一外号 叫警戒救火队 为什么要叫救火队 就很难破案子 就找他 所以那个时候 你看台中市发生翁齐南命案 但他束手无策 对 弄了几个月 完全动不了 所有人突然想到 为什么不找球风光去呢 找他去之后 一个礼拜就破了 你把他说这么好 柯P会用得到 还是会用得到 但我是觉得说 如果柯P不用 它是一种浪费 我只能这样讲 当然每个首长都 他每个首长用人的道理 那我们 我们觉得 就是说你三个副市长里面 你绝对要有一个 懂得警政人才 当然侯友宜不用讲了 他本身就是警政人才 对 你对警政这一块 你最了解 所以你用不用他 我倒觉得 那就算了 你建议他去柯P那里 对 你到柯P那边 柯P是需要这种人 因为为什么 因为柯P从以前到现在 执政四年了 他常常犯了一个 很大的作误 这样得罪人 对不对 亲直口快 他讲话常常就得罪人 当时世大运的时候 不是有人抗议吗 是啊 他才把秋风光处理了一下 有没有 对 所以你看 但问题是他真的处理他吗 他并没有处理他 所以那时候是 总统府 国安局跟内政部 急着要处理秋风光 他在挡 柯P在挡他 对 柯P在挡 挡不住了 所以你看后面秋风光 那时候被撤换的时候 柯P也是 几乎是毫无 这个预备的状况下 就一通电话 叶俊隆打底 给他 我要换掉 我不管你了 马上就换 才被硬换掉 对 才被硬换掉 所以那时候 不管是柯P 不管是邓家基 都在讲 这实在是秋风光走了 去换跑到 去柯P再变成定局 对 那真的是 真的是丧失人才 对 那我们台北市 就需要这种人才 那为什么我们会讲 我不是说 全部挺秋风光 因为我觉得 这是用人为才 为什么要用人为才 我刚刚也讲到 他在警戒没路了 那你放着一个 他那么好的人 你就让他在警戒消失 我觉得这个是浪费 第二个 我们就讲说 你去接副市长 你可以做的事可多了 当然很多事情 像当初柯P也不喜欢他 为什么后面那么喜欢他 因为他可以处理太多事情 因为太好用 一个柯P一开始上任的时候 不得议会人员 那真正得议会人员是谁 是秋风光 对 所以所有议会的事都 都秋风光会处理 那外面我们讲政商界 外面地方上 一样柯P也不得人员 那大家在骂他之后 谁去挡子弹 谁去处理 秋风光去低头 对 所以后面 米平了那么多事情之后 柯P才想要说 原来警察那么好用 不是我一开始上任的时候 把李德威骂下台 把东骂西骂之后 我还去派出所站那个注点 不是这样子 用过就知道好 对 用过就知道好 那我们真正事情面分析 我们再讲好 你要治安有治安 那第二个我们以秋风光这种 这一类的刑事人才来讲 从年轻到现在做到快退休 他们见过多少有的没的事情 世人多少 所以如果说今天你当一个副手 因为你当一个市长 会有林林种种 不管是社会上各种人 来见市长的 拜托市长的 说实在话 他眼睛一看就知道 是不是真的假的 你这个人在玩什么把戏 一看就知道是不是真的假的 好 那市府有那么多的开发案 或是说有任何的建设案 对 那这些厂商 说实在话 不管是侯友宜 不管是求风光 你们在这个警戒打滚那么久 你们在这所有的政商界 打滚那么久 这些人的名号 你们都辽若指掌 谁在玩真的 谁在玩假的 你们也都很清楚 没讲出来而已 对 没有讲出来而已 所以你当个副手 你可以马上很适时的 给市长做一个建议 这有何不好 所以我觉得用人为才的 一个角度来看 如果真的不用求风光 那真的是一种人才的浪费 真的是讲人才浪费 但是不过 我们还是回顾来讲 反正市长都有 他自己的用人权 那我相信以秋风光的个性 他也不敢说 直接要去要这个管委 他不会去做这种事情 但是一旦给了他这个位置 他是会努力往前冲的人 只不过 现在刚刚我们也看到画面 大家有在问他 那有没有人找你 他当然不敢讲 不敢说 不敢说 他不敢讲 那即使有找了 他一定也说没有 一定要这样讲 没有人敢 很直接的说 有有有 他有来找我 怎么可以这么几百呢 这就等于是断自己的路 不过我们还是相信 希望他有更好的发展 对 那不管是 有没有真正的去抢他 或是只是外界 在放风声而已 那我觉得 秋风光还是一个 很好用 很好用的人 民进党大败 小英辞党主席 小英说一定要勇于承担 现在传出说 立法院院长苏家全 要辞院长的职务 要去竞选党主席 不过先来看 这个代理党主席 确定是由林又昌来担任 请问 如果真的苏家全 当民进党党主席 大家会喜欢吗 小英会点头吗 小英已经说了 党主席不是高层鼠疫 不过我先来报一个内幕 昨天晚上就是各家 跑立法院的记者 包括我在内 我们都收到了一个 非常特别的讯息 就说小英在晚上 在官邸里面 找了各派系来开 派系的会议 结果各派系 无意义的一致推举苏家全 来担任民进党党主席 你要注意是各派系 无意义要来推举苏家全 这个新闻里面还讲到说 因为苏家全当时在 台中合并的市长选举当中 有没有义无反顾的跳下去 背水一战对战胡志强 虽然后来只小输了三万票 就代表说其实他是为党有功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 当然是一个震撼蛋 你怎么会想到苏家全 好好的立法院院长不做 对不对 然后就跳出来 在这个党有危难的时候 勇于承担共赴党难 大家赶快就是去找苏家全 后来苏家全的幕僚就有回复了 就说苏家全没有参加这个所谓的会议 而且这个官邸会议也不是什么各派系 就是说小英去安慰这些这个落选的 县市长候选人表达慰问之意的一个参会 那里面也没有谈到党主席的问题 然后所以大家通通都不知情 反正苏家全这边就是恶意推作 通通都不知道就对了 那当下你知道吗 我们记者看到这个 我第一时间的反应是说 哇苏家全感觉有点被霸王硬上功 因为他没有参加那个会议 结果各派系达成共事 然后要叫他去做主席 我想说他是不是有点被吃豆腐 可是你知道吗 今天整个到立法院 整个风向完全的翻转 怎么转 就是转向说其实苏家全这个消息 影射 影射的是苏家全自己放的 他也不出来做的 就是对苏家全他想要做 然后透过媒体来这个放话 不过呢他今天媒体当然就是有问到他 那苏家全怎么说呢 他就说被点名的人都应该要勇于承担 其实这句话颇耐人许位 也代表说他其实没有否认 就是说他其实想要去 我想承担 对我想承担 就大家应该勇于承担 那比较尴尬是说因为这个败选之后 那包括这个有些党内的声音就说 那应该要中生代世代交替 对不对 结果苏家全在昨天的时候 其实他蛮罕见的 他有被记者问到这个问题 他就突然就问说 那什么是中生代 中生代你要怎么算 他算中生代吗 他应该不算中生代 他算比中生代老了老生代 他说你是要用年龄来算吗 还是要用资历来算 那什么叫做中生代 我有资历选我 所以这个世代交替 他可能对这个世代交替 中生代出来接班 他有一点点的意见 不过倒是有一个人出来挺他 这个人就是陈明文 他就说这个 苏家全当过这个县市长 也当过内政部长 现在是国会龙头 非常的适合 这个来领导 资历完整 资历完整 对 不过这个陈明文讲这句话 也是有点耐人寻味 因为如果说苏家全 他真的把立法院长辞了 那现在看起来可以 角逐立院龙头 只剩下两个 一个是陈明文 然后一个就是柯建民 所以他就觉得说 陈明文讲这句话 你去算了 也是有点点小尴尬 好 那现在看起来 今天最新的消息 就是民进党中常会 也通过了 就是由这次这个基隆市长 这个林又昌 来代理这个民进党党主席 那他最主要的任务 就是三个月内 要完成这个主席的补选 三个月真的要选 新的主席出来 对 因为未来还有面临一些挑战 你党主席不可以玄缺太久 对不对 那说实在的 这个代理党主席 他除了要处理选务工作之外 另外党内有一些纷争 看起来也是抗手山鱼 包括说你之前 陈景俊 有人就申诉 就是说他帮了这个柯P站台 那这个你是不是需要 这个党纪来处分 要开始秋后算账 那另外呢 这个民进党的中评委 这个叫做詹靖健 他也在脸书就开始炮轰 他说我们有必要检讨 某位年轻的 衰衰的议员 像 对啊 什么啊 那当然就是点名就是高家瑜 干嘛检讨他 对他就是说 这个没有必要 他就炮轰高家瑜 说你没有必要这么不厚道吧 这个落选的同志啊 跟这个前辈 你感觉好像落选还是很开心啊 对不对 那这个他到底是在讲什么 他说姚文智落选你很高兴啊 那当然是这个 他在旁边的这样的观察 不过事实上大家也知道嘛 这个高家瑜跟这个姚文智 在选的时候 其实就是两边有杠上 就很尴尬啊 选到最尴尬的时候 姚文智不是讲说 那高家瑜如果你挺柯P 你要不要退党 对不对 那这个高家瑜就反向他说 那你要不要这个辞立委 大家来就来选这个市长背水一战 所以两个其实当时就已经互杠到蛮尴尬的 结果后来这次姚文智落选 而且最尴尬的是说 姚文智在内湖南港的票数 比高家瑜还要低 哎呀 有点丢脸啊 是有点尴尬啊 那这个高家瑜在高票当选之后呢 他也讲了一句话 他说谢谢姚文智的牺牲 让我继续连任 这个听代当然姚文智的支持者的耳朵里面 有点不舒服啦 酸溜溜的 就说你觉得贏账又贏账啊 对 那这个高家瑜今天就有讲了 他说他讲这句话没有别的意思 他确实是谢谢这个姚文智的牺牲 就让他这个高票连任 所以他说如果有人要他检讨的话 他会深自检讨啦 但是也有人就是帮这个高家瑜抱不平 就有网友就说 你民进党都不懂得反省 一天到晚只会检讨别人 你不去处决这个败战的主将 你反而抓这个打胜仗的前锋来这个出气 处决败战的主将喜相 就姚文智啊 打胜仗的前锋 你还拿他来出气 当然网友会有一些这个抱不平啦 不过这个高家瑜对于这个詹靖健 他也有话要说 他是说你这个詹靖健 你这个连这个议员的初选都没有过 那你还就是当这个中评委 但是这个报告议员 其实这个詹靖健 他不是初选没过 他是在这个初选登记的最后一刻 他没有去登记啦 高家瑜可能有点记错了 那他的意思是说 你看这个连议员都不是的 这个詹靖健 你可以当民进党的中评委 反倒是我是这个议员 我没有机会去当中评委 或是中职委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言下之意就是说 你这个民进党除非要有派系支持 不然你很难去选得上 这种党内的核心 那另外他也要来这个秋后算账一下 他说你看你看 像这个柯黑大游行 422那个游行 对不对 就党内他跟王威中没有出席 那很多人就批评他说 他们两个就不爱民进党 他说你这样的讲法 对民进党很伤 因为你这就是跟年轻的选民来做切割 那另外他最后有说 他说现在党内如果有不同意见的人 其实都不敢站出来 像他这种乌鸦是蛮少的 他说这样最后变成民进党 你只会有一种声音 民进党会走向极端 他也是提出他的这个呼吁 那其实最后要讲的是还蛮有趣的 这一次其实选的贝贝洋洋 不是他们两个话题超多的吗 高家瑜跟这个姚文志 结果后来高家瑜这一次被我们的这个狗仔周刊 这个周刊有一个叫做金狗仔奖 竟然颁给他一个叫做最佳视觉效果奖 而且得奖的理由是高家瑜就是姚文志的背后铃 那你看我们看这个照片 你看他在那个肇事大会上面 他就是有在姚文志致辞的时候 还有嘟嘴 你在说话我嘟嘴 对 还有翻白眼 你在说话翻白眼 姚文志在讲他说 他不是说有一个衰衰的议员吗 什么陈菊致辞的时候他就在 我致辞的时候他就跑掉 他在炮轰高家瑜的时候 高家瑜不见了 说走起来这样 对于这件事情 高家瑜也有话要说 他说他嘟嘴其实是在做运动 那他翻白眼呢 其实他因为他扫街扫了一整天 这个眼睛他在做眼球运动 而且姚文志在讲他的说 中途消失的时候 他是尿急去上厕所 姚文志你相信吗 这个就见仁见智 反正他什么东西都可以提出他的理由 不过大家就说 他这次得到背后铃的这样子的一个奖项 其实真的就是说 把他前面的人光彩都给扫光了 因为他在后面这个被网友拍到 真的是太有戏了 我记得各位说人算不如天算 一瞬间全部变得不如意了 第一个来看 这个吊车毁了一切 你在拆古迹或在拆什么东西的时候 不是旁边有个吊车那边吊吗 对不对 挖土里那边挖吗 结果在这个画面上来看 你这击心动魄 为什么 因为楼拆掉的时候 你开始一看 拆拆拆拆拆 吊车掉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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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倒了接下来又发生什么事了 跟着倒了 吊车跟着翻 全部倒 这完全是一个惯性定律 它挂在那边 结果呢 你可能那个力道太强了 就连着这个吊车这么重 一吊不开 但是仔细看 其实元凶不是这个吊车要吊多厉害 前面那台挖土机才是 那台挖土机 前面的那个手 有没有怪手 轻轻地撞到了一下那个鼓机的门 所以还整个往那边倒 这种人算不如天算 还好的人这个没什么事情 但是最衰的是以下这个 你知道是什么吗 你看我们平常比如说你去那个卖场 比如有很多工作人员 开着车在那边就是弄货 送货 对不对 对但是你看 他在那边弄货 这个画面我们常常看到 但是一个不小心变这样的时候 你看 而且不是30秒之内 你有没有看到骨牌 全部都跑 这是不是跟骨牌一模一样 什么叫骨牌交易 这就叫骨牌交易 还好 还有耶 还在倒 还在倒 这画面实在太壮观了 对啊 你看又倒 全倒了 全倒 这比保龄球全倒还厉害 30秒之内呢 整个仓库回鱼蛋 对啊 那当然有人说 是不是你不小心撞到 其实我们从头画面看 他根本没有撞到 发生什么事 对 他只是把东西摆进去 就这样倒了 那很显然 你的货架不是很 不是很稳固 只是说不稳固到这种程度 也是世界奇观 但是这个不稳固 还好他没事 但下一个你看到 你会吓死 为什么你们玩过滑翔翼 我们滑翔翼飞到空中的时候 你要把它绑好啊 但是仔细看 这个人要飞之前 左边没有绑好 那怎么办 飞 一样飞 飞上去之后 你看他的手紧紧的抓到教练 妈啊 救命啊 我没有绑好 那后来呢 你怎么就起飞了 那个我跟你讲 那个驾驶员很紧张 他很怕他跌下去 你看 他现在一只手 抓着那个驾驶员 一只手扒那个杆子 拜托 拜托 救命救命 他好高耶 这个怎么办呢 后来呢 不小心又下去了 怎么办 撑不住了 这个我跟讲 这个教练很厉害 但他本来当时就要降落 结果 风太大了 你没办法降落 然后在空中 你知道撑了两分多钟 才降落 然后他说他是人生第一次 飞滑翔翼翼 没有想到就遇到这么大的 这个奖品这样子 后来是还好不幸中的大幸 降落的时候右手骨折 但是人没事 我平安啊 光看这种画面 就已经恐怖到一个极致了 连臂力啊 对 还好只是受伤 命没有丢掉 他说他以后还要再事 但是有的时候 像这种 就是上帝救了你 对不对 但有的时候 悬眉比赛 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讲不是你的 你就没那个命 像这个你看 后面那个人上来 抢他的彩带 对 他说 你的彩带是我的 你的彩带是我的 后面那个人就上来了 这个是一个美囤比赛 巴西一个美囤比赛 真笑的屁股 对 大家本来就 你看 这个就冲上来 对不对 用比例的 强彩带 他说 这彩带是我的 然后他就说 你是输不起吗 对不对 你怎么可能输不起 对不对 那他就说 这个女生就说 我告诉你 我是票选第一名 而且你们每个人都是假的 只有我是真的 只有我的卡丞是真的 你们的卡丞都是假的 卡丞是假的 所以他就硬把彩带给扒下来 就说你们前三名都不是 因为他已经前三名都没有 但是 这个是不是真的输不起 不知道 对不对 因为评审最大 这种比赛都评审最大 但是这个比赛是告诉你 百分百纯天然 你才能当成最美卡丞小姐 但是问题是 他说前面那三个都不是 而且第三名还是个变性人 那变性人 你就一定有做过 那个美囤手术 对不对 所以到底是不是公平 这个当然大家见人见智 但是有的时候 引发这种纷争的 不会是人 引发这种纷争 也不是评审 是什么呢 是一只小墙 你知道吗 为什么在中国的贵州 就这样子 在网咖里好好的打电动 在那边上网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男子 看到自己的腿上 哇小墙 结果你知道 他第一个动作 是把小墙拿起来 往里面一甩 一甩 结果怎么样 甩到他隔壁有个男的 结果呢 那你想说 奇怪你没事 你甩我干嘛 你甩到我身上 我当然 那个皮摩吉非常不好 于是两个人就绕人 就开始 打起来就混战 这样就打架 就打架了 就打起来了 对啊 那所以 一个小墙蟑螂 会引发大家打群架 叫大家把小墙拍死就好了 你不要我们旁边丢 对不对 但是丢小墙 打群架 不会没有命 但是接下来 你看到这个画面 可能会没有命 为什么 摔角场上呢 你知道国外的摔角 也是墨西哥的 大家每个都比厉害 比厉害结果怎么样呢 我可以拿东西打 你可以拿东西打我 结果呢 真的是玩出火花来了 为什么呢 这个人叫多米诺天使 他的对手叫库卧 这库卧就怎么样呢 拿了个椅子 那个两个人 打到火气都起来 他拿了个椅子上来 然后拿个铁椅 就好折凳的那种感觉 要真打了是不是 对 要打 不是用盐的 另外一个厉害 另外一个是 搬着水泥块上来 对 意思就是 两个要开始对打 水泥块上来 对 结果怎么样呢 拿铁椅打 当然没事挺多受伤 对不对 我身体很强痛 拿水泥块K 一KK到头 一定破血嘛 直接从头这样 啪这样下去 然后呢 简直就是现场大爆头 当场库卧就倒下去 松一急救 然后呢 当然那个多米诺天使 也吓到 他说 我其实是要打他的背 我不是要打他的头 可是呢 可能K下去的时候 角度没有很准 结果我就K到他的头了 结果 结果现在他已经被 墨西哥竞赛了 这种就是 人算不如千算 虽然在场上 这个打的火花世界 这个底下人很开心 可是差点闹出人命 这就不是好玩的事情了 真惨 轮胎充气 大爆炸 还宇搜骑 无奇不有 中国湖北一间汽车维修店 日前发生爆胎意外 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 一名男子将轮胎 接上充气棒的管子后 便去一旁处理其他事情 这时 店员抱着婴儿 从店里出来 没想到 正在充气的轮胎 突然爆炸 母子俩瞬间遭弹飞 画面相当害人 同样被弹飞 致力一名女魔 参加节目录影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她被绑在一个弹力绳上 就像投石器一样 被弹射出去 并受到弹力影响 在树林之间 来回强力摆荡 而这场恶作剧 让她颈部受到重伤 拆点就没命了 挑战新闻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这场恶作剧 我们继续看下去 我们继续看下去